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念大学的时候 我接触到蛮多白色恐怖 被抓去关的一些人士 那时候还有黑名单 新闻不自由 还有戒严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冲撞整个体制 就一步一步的大家觉得 威权体制没有民主化 这个国家是没有救的 因为我们台湾 有这个所谓威权统治的背景 要推动一个国家级的基金会 不是那么容易 那时候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 那他就鼓励我们也成立一个 台湾民主基金会 我们有这个政治的转型 政党的轮替 所以那个时候心态上 大家都觉得台湾应该走上 这个民主人权这条路 因为我们这个基金会的设计 就是要跟国际的这种民主运动 也要接轨 台湾民主基金会是一个 促进民主的机构 当时建立的时候 是在立法院通过各党都同意的一个决议 可以说台湾民主基金会是反映台湾人民的一个意志 我希望能够全力发展并恢复 我们基金会跟全球以及区域民主网络的这个连结 台湾民主基金会呢 一直参加一个重要的全球的一个民主网络 叫做民主社群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那么这个民主社群呢 它实际上原来是在联合国里面的一些民主国家 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在自己形成一个联合国里面 民主国家的一个组织 我们台湾没有办法参加民主联合国 所以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这个核心的部长会议的成员 但是呢 民主社群呢 它跟这个部长会议平行的 还有公民社会的一个分支 它的组织上面就是一个国际监督委员会 那我们台湾民主基金会是这个委员会的一个正式成员 我们也是亚洲民主网络的成员 主要是在亚洲 东南亚 东北亚 还有南亚 这些区域里面的NGO 向我们台湾民主基金会申请 然后我们会给他们一些小额的资助 在2006年我们首次设立一个亚洲民主人权奖 获奖的都是在亚洲地区 在人权 在民主方面都有特殊贡献的个人或者是团体 因为这个奖的办法呢 所以引来世界更多的一个注目的眼光 引来整个亚洲地区啊 大家对这个奖的重视 我们组了一个叫东亚民主论坛 邀请来自东北亚的民主国家 还有东南亚民主国家的一些重要NGO伙伴 交换我们的经验 我们台湾民主基金会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叫做亚洲青年民主领袖营 台湾民主基金会可以说是个公共外交的单位 我们也透过民主的人权去扩展 我们台湾跟这些潜在的青年领袖人物之间的一种联结 在国内的NGO以及学术单位 我们也有相应的这个补助的计划 民主基金会长期以来跟我们是一个蛮重要的伙伴关系 透过民主基金会的迎接 然后还有比如说串联 其实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在台湾 也可以跟这些国外来参访的团体跟个人 有机会可以分享台湾那些 同志人权现况还有一些我们的工作经验 这几年我们也有看到说 民主基金会的确更主动的去邀请NGO一起去国外 参加一些相关的人权的民主的议题的这些论坛 就是去建立一个平台 然后让台湾的NGO跟亚洲各国的NGO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交流的机会跟串联 台湾民主基金会存在很重要的一个价值 就是说怎么透过民间跟民间之间的交流 然后协助更多的公民社会之间的交流在这个区域里面 然后来增强我们在这一块的影响力 我认为它是非常重要的 台湾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是要继续的工作 在这一块的影响力 as an example you have a very vibrant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here in in Taiwan and that's quite an encouragement for many others in Asia where there's a lot of difficulties I think there's you know given the way the world is going where you know you have countries that are withdrawing their involvement today because of some of the problems that democracy is having in the world I think the role and the importance of Taiwan's role is only growing in Asia an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n institution with public resources like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which can play this role 1990年代有这个野白河 2008年有这个野草莓 14年的这个太阳化运动 这些都是年轻人出来推动的 真的是令人很感动 他们对这个民主人权的这个热心 那绝对的权力会绝对的腐败 所以这个制衡这个观念就很重要 发现有这种民主倒退的时候 我想国际的呼吁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很多人的牺牲不怕死不怕官 才争取到我们今天基本的人权 人权不是偏掉下来的 我也希望未来台湾民主集会 能够本着一本的失踪 就是超越党派 这个大家共同来努力 我相信台湾民主集会 也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 来协助各个人权跟民主的发展 坦白讲我们台湾是很幸运的 之所以能够这样子 那么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 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 流这么少血的 但是这样的成果是得之不易的 是真的得之不易 民主不是天生被给的 它是需要守护的 很多人怀念过去威权时代 但是我觉得也应该同时看到 威权时代让多少人 还有多少的家庭付出了惨动的代价 民主制度它不仅是一套政治制度 它最关键的是给人的尊严 这个政治制度注重人的尊严 注重人的发展的可能性 给人自由 保障人的基本权利 这是这个政治制度最基本的 最根本的价值取向 就是当你在空气当中 呼吸空气的时候 你不知道空气的珍贵 这个只有靠珍惜自由的人 手牵手心连心一起来为 我觉得台湾民主基金会 在这几件事情上面都应该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不只要巩固台湾的民主 不能让它告退 反而要促进其他国家 世界更多的国家民主化 台湾民主基金会 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民主的灯塔 它就像一位巨人拿着火炬 这个火炬巨人会场的高大 所以这个火炬照亮的光 它会更远 而且更让更多的国家看到这个火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